新鸡女又又又要搞事 为了能顺理成章 成为小王子的王妃 这次她借着帕苏家族的势力 收买王宫的培训师 故意在情敌小江练武的地方 擦拭上了蛇毒 但坏人自有天收 新鸡女的仆人在打开蛇毒瓶塞时 一不小心被喷剑而出的毒液 粘在了手上 误以为及时擦掉就能逃过一劫 可她低估了自己主子心黑的程度 小江因为昨晚通宵 准备香料调制的是姗姗来迟 在老师的再三催促下 她换好武鞋 站在草席上练武 新鸡女一脸幸灾乐祸的模样 看得人只想扇她两耳光 就在小江认真复习所学的斗鸡舞时 脚心突然传来一阵灼烧感 下一秒 整个人就两腿发软 摔倒在意 新鸡女故意上前挑衅 说她是不是想要装柔弱 薄小王子的恋爱 小江心强气盛 不想被新鸡女看扁 于是强忍着疼痛站起来继续跳舞 可随着动作幅度越来越大 蛇毒蔓延的速度就越来越快 最后 小江双手双脚 都因为毒药的原因 变得鲜红恐怖 另一边 王后开始秘密打探有关国印一事 她从帕苏口中得知 小谁就是能帮助王室的命定之人 而且有关国印的下落 就藏在薩王妃的沙利上 王后忽然想起 大王子最近行踪诡异 再加之薩王妃的沙利 一直由大王子打理 便决定要去大王子请宫一探究竟 老婆人顿感大事不妙 但黄命难为 只能打开仓库 见王后准确无误的 在众多沙利中 找到那件冰敦敦 老婆人的心 瞬间悬到了嗓子眼 她急忙上前解释 这些沙利 都适用于婚礼仪式上 想以此转移王后的注意力 不料 王后直接问她 哪一件才是 吸金蜘蛛丝制作的沙利 就在老婆人左右为难时 薩王妃再次显明 随后 王后感觉背后发凉 实在撑不住婚死过去 国王支开王后的贴身秘书 老婆人这才敢将王后 寻找沙利的事情说出来 国王思索再三 决定等王后醒来 把所有的一切都说出来 就在这时 小江的贴身仆人 匆忙跑了进来 得知心爱的姑娘出了事 小王子顿时心急如焚 看着浑身溃烂 躺在床上痛苦不已的小江 小王子立马询问御医发生了什么 御医告诉小王子 准王妃中了罕见的蛇毒 必须立马用火烧掉毒素 否则耽误下去 蛇毒会渗入骨头 到那时 就真的回天法术 为了保住小江的性命 小王子只能听从御医的剑语 而这一幕 恰巧都被躲在暗处的 新机女看在眼里 她露出阴谋得逞的笑容 殊不知身后的仆人 看到溃烂的手臂 已经瑟瑟发抖了